台湾的赖清德最新发表一个关于大陆的讲话 他说大陆应该感谢台湾 还说愿意与大陆交流 媒体接受采访时赖清德说 关上大门的是大陆 不是台湾 说这是国际社会的一致看法 目前两岸情势紧张 问题并不是在台湾身上 是要怪大陆 如果自己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 对两岸交流而言 可能是一个机会 这个讲法其实非常有趣 这个所谓的责任在大陆身上 其实咱们都知道 那是他们整个西方G7一贯的手法 其实把责任往大陆身上推 其实背后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尊重中国主权 以美国为例 拼命的往中国跑 就这原因 来信德还说大陆应该要感谢台湾人民 说因为来自台湾的资金 是大陆近三十年来 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 这我为什么要笑啊 对不起台湾人民 为什么要笑啊 这你要想想 按照你这个逻辑是吧 你更应该感谢大陆啊 你吃的这个大米的种子 是来自于大陆啊 是吧 如果说这个三百年前 没有大陆给你的种子 你现在说还有那是吧 还有那打鱼了吧 而且啊 咱们说还有很多人才从台湾前往大陆啊 还提到了前段时间在大陆发生洪灾时 蔡英文和他对此表示关心 台湾人民也出钱出力帮助大陆人民 他认为这是他当选之后 两个关系会发生变化 繁荣的台湾可以帮助大陆进步与稳定 这繁荣的台湾啊 现在看啊 咱们说一直在什么 一直在和平掩灭中国啊 说只要维持对等尊严 台湾将乐意与大陆合作交流 现在都穷台了 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是吧 要增进两个人民福祉 希望大陆能理解台湾善意 其实咱们啊 咱们这个底层逻辑啊 看到台湾人这话 其实咱们一定要反驳 为什么 这话本身就没理啊 对吧 什么叫大陆人要感谢台湾人民 说什么大陆啊 这个台湾的资金 你的资金是哪来 你的资金不就是大陆来的吗 没有这蒋介石给你台湾的启动资金 你搞什么去 咱们说没有中国大陆 获得二战战胜国的地位 对吧 咱们大陆人民付出巨大代价 那时候你台湾什么 你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啊 你在帮日本滚子 打中国呀 在打美国人呢 美国人用原子弹去轰你啊 是谁救了你们呢 咱们说真正救你们就是大陆人民呢 你敢不敢谢 是不是应该敢谢 所谓的所谓所谓的 要感谢台湾的资金 你的资金是蒋介石 从中国带走的黄金呢 李敖说的没错呀 李敖都算过这笔账了 你们有大陆人民 你们台湾人不就是被美国人 直接拿原子弹轰平 包括那个冲绳 对吧 那十万人死伤 对吧 那你们台湾死的可得更多啊 日本人其实就是巴不得 让你们台湾相爱原子弹 很显然 这个台湾人都要感谢大陆 大陆人民战胜法西斯 日本最后是保住了台湾 咱们说这个努力的让美军没有去什么 去登陆台湾 你帮助这个日本人杀中文人这笔账还没算完呢 还他妈要感谢你 去你妈了个逼 臭傻逼 我妈这个必须得要骂这帮臭傻逼太多啊 说什么台湾人民也出钱出力了 是吧 我觉得这个啊 你要这么 其实这笔账你要这么算 那你说几百年前 大陆人民把种子 放你台湾那儿 让你能有今天的米吃 台湾人听天讲吗 那个 那是苏正商听天讲 你吃台湾米长大 这台湾米是哪来的呢 台湾米是中国大陆传过去的 全是欧亚大陆老百姓 这个智慧的结晶啊 教你这个治病是吧 也是啊 中医啊 你从来不感谢 从来不感谢 但凡你这边稍微有一点 其实那个台湾九十年代 那个逻辑咱们讲了吧 九十年代那个台湾的资金 那全是和平演变 那想法其实非常恶毒的啊 其实这个当时的国民党 想法就是什么的 他要抛弃台湾回归大陆 然后呢 准备和平演变大陆 玩的是这个 所以大量的资金进入 那背后都会利益不纯呢 那我觉得啊 咱们没有必要跟台独这帮啊 傻貌们在这纠缠 为什么 台湾人永远欠中国大陆啊 就所有的这些编文明院欠着账啊 台湾人欠的账是最多的 我觉得就是你既然要算账呢 咱们就把账算明白 那就真的算的时候 你台湾人别啊 别心慌 我现在不想跟台湾人在这啊 在这干 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啊 九三这一天是啊 咱们抗尔战争胜利啊 千万不要忘记这一天 那既然台独说了 那咱把你当年配合日本人怎么 我原来讲过吧 这个啊 台湾的高山族的那个啊 那个把这个中国的啊 这个咱们说抗尔名将啊 给击毙了 是吧那整个那不是日军 那是台台军啊 台湾人干的 很多人忘记了啊 台湾怎么帮日本人 获得中国人呢 后来为了民族团结 把这个事情就压下来了 但是咱们老百姓都明白 七十多年前九三吧 九月三号 十四年战斗 中国人民取得抗认争伟大胜利 世界反法旗战争啊 随之胜利 就是胜利结束 就是九三啊 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那个罪行啊 日本现在是选择性遗忘 咱们说为什么这样呢 原因就是他没有办法赔偿 这个赌徒 一直在欧亚大陆祸害啊 他没有办法赔偿 毛主席讲啊 这个不能让他赔了啊 他赔不起啊 给你那点钱就算赔偿了吗 赔不起啊 加多少零都赔不起啊 对吧 所以咱们中国现在必须要警惕日本人啊 他们心心念的 随时可能再继续开历史刀舌 咱们说关键的还是什么呢 关键的还是咱们中国必须要强大啊 所以台独现在你看 原来那个牛逼红样子 还记得那个疫情期间 那个逼样 我操你妈的啊 臭傻逼台湾的啊 台独啊 就侮辱中国大陆是吧 骂中国人不是人呢 说什么武汉啊 武汉啊 肺炎是吧 公开在什么 在我觉得这就算种族灭绝了吧 是吧 就差沙光中文了 那现在看中国是在维持二战的国际秩序 现在谁在挑衅呢 就是台湾加日本啊 这种边缘的啊 这种小case吧 正在挑战欧亚大陆秩序啊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不容得日本和台湾挑衅 这张这帮台独就是挑战二战国际秩序的 咱们说关键的啊 这么一个麻烦制造者 这赖清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啊 做过什么是吧 他也得舔着脸啊 还要建中国大陆的高层呢 台湾啊 咱们说这个问题 日本人公开啊 他这白皮书涉及了台湾体啊 公开将这个日本安全和台湾挂钩 这已经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了 随后才有什么 才有中国大陆俄罗斯联合在日本列岛啊 转圈给他画地图 告诉他 琉球不是你的啊 就无论是违背和平宪法宗旨抛弃专守防卫原则 还是继续所谓渲染的周边周边国家的威胁啊 增加防务开支等等 本质上其实都是日本国内政治右星化加剧的表现 事实上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0多年 日本又已始终没有建立正确历史认知啊 而且在台湾一直在鼓动这帮台都 他们就试图通过修改教科书等等掩盖篡改侵略历史 通过参拜经国神社啊 这个为军国主义分子召魂 发案通过渲染邻国币 居然有台湾人跟着啊 你可以想想 咱都不是说你台湾人怎么样 你自己看看你们干的跑经国神社去 那么台湾人们一大堆一大堆的 要脸的吗 要脸吗 要脸吗 我觉得重要事情一定要问三遍啊 要脸吗 你们台湾人 当年杀中国人的时候有你份啊 中国人 咱们说中国人是最宽容的 欧阳大陆民族非常宽容啊 那也得有路啊 不能这么不要脸嘛 是吧 这赖星特还居然舔着脸说啊 这大陆人要感谢台湾人 你他妈放屁 臭傻逼 问问你那祖先吃的大米是哪来的 问你他妈现在用的筷子是哪来的 吃他妈的 吃着中国人的饭 他妈的砸中国人的锅 这他妈最不要脸的 没毛病吧 你妈让一个姓赖的中国人 操了 操你妈啊 咱们说这个参败 靖国神社 创改历史 什么军国主义招魂等等 这一系列啊 日本整个上空就军国主义淫云啊 还没有散去啊 必须警惕啊 关于这个 咱们说对 对标的吗 就是另一个战败国 德国吗 德国当时是 柏兰登 柏兰登特在华沙 对不对 给犹太人直接跪下了 咱们到现在没有看到任何日本人谢罪啊 咱们说日本人天天啊 这个礼 那个礼 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 咱们说 这么大的一个礼 他居然不讲 你还挺有意思啊 日本天天给你讲那些小礼 小道理 你看跟台湾一样吧 讲那些小道理 但是等到大意上 根本就不大 不谈 像不像一群混蛋 这就是你去了台湾以后 去了日本以后 你能感觉到 那个小礼跟你讲 小道理跟你讲 他的头头是道 但是等到民族大意 或者更大的人类的大意上 他完全不讲 那不就是混蛋吗 那其实就是自私吗 其实说白了 就是边缘文明 由于他的这个资源 禀赋非常 非常恶劣 非常差 怎么办 实际就是因为穷啊 怎么办 他只能什么 只能不不要脸了 就是亨蒙拐骗 骗嘛 这个 这帮台都是典型吗 除了骗他能干什么 骗台湾人 台湾有很多中国人 也被他们骗了 咱们说德国人当时 那种反省 算是到现在 德国 这个高等法院 还在追 追什么 当年纳粹呢 别管你现在多少岁 都在追 你只要犯过罪 你想想哪有对日军 这帮亲属追查的 没有 日本从来不干这个 为什么 一追追到天皇身上了 最大的就是 就是日本天皇 日本的右翼政客 他们家族一带一带 一窝一窝在 那么日本政坛上 还在活着呢 你看 所以他们不一律力的美化 自己的老祖先 否认侵略历史 跟这帮台独 没练下去 实际就要颠覆历史 但是这是非常危险 不正视历史 那就不会拥有未来的 对吧 结果什么 结果就是被历史给碾压 93是中国人民抗尔战争胜利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 这是咱们中国人战胜日本 也战胜台湾这帮日本鬼子 台湾的这帮日本鬼子 这个纪念日 咱们必须要纪念 所以赖清德 是吧 我们赢了 牛逼呢 我觉得台独牛逼就干一仗 牛逼就干一仗 咱们也不怕 现在看台独的意思 就是不想打 不想打 咱们说现在这一天 我觉得全世界都在共同维护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 俄罗斯也是 罕见的纪念 这是非常罕见 他之前就不纪念战胜日本 这一段历史 他不纪念 因为俄罗斯想要勾结日本 维持东亚的一个秩序 他不是要 不是要联合中国 是要联合日本 但是现在看呢 由于日本 这个样子 俄罗斯已经放弃 现在公开的纪念 这个与日本的这次胜利 那么很显然俄罗斯已经转变 现在也就是对这帮日本来说 他非常为 现在已经彻底被整个鼓励 他现在唯一的爸爸就是美国那边 在一万公里外 所以这帮这个台独也好 日本也好 没几天蹦倒 你说一万公里外 光集结就得六个月 所以显然整个的这些台独势力也好 日本又也好 我觉得现在没有太大的回旋空间 还是那句话 要打就打 咱们说台独 你要么就咱们打一仗 你赢了 咱们是递给你 但你要赢不了 赢不了那就被历史清算